是,各位市民晚安 我想代表捷衣工程局 来这边跟各位报告 目前新一线的整个最新进度 那整条新一线 东延段来讲呢 本来就是我们市府政策 而且中央已经核定要兴建 但是在兴建的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的是车站的两侧 所要出入口及通风口的用地 必须要做确定 确定了之后呢才能够 进行后面所谓的设计及事工作业 那成如各位所知道的 这一两年来两三年来 我们一直都针对着 所谓的车站的用地 来做所谓都市计划的变革 那今天早上 是内政部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会 那今天所审议的呢 就是我们新一线东延段 所车站所需要用地 那按照今天早上的一个审议的过程 那是已经通过了 已经通过了 各位报告 那当然通过程序来讲 还是要经过下次的一个 所谓的会议记录的确认 但是这个今天早上呢 经过大家地主的一个支持 努力之下呢 我们这条路线呢 整个的一个车站的部分来讲呢 当然华林市车站呢 也因为用地的民众 确实是 就是同意的比例呢 是少 远远少于反对的一个数量 那经过市府的一个讨论过后呢 在今天提报来讲呢 也确认已经取消亚林市车站 那也 在现场上的民众呢 也一样的曾经呢 还是希望说 不要设置所谓的 不参与联业开发 那这个部分来讲 委员 最后也同意了这个部分 所以目前来讲 新一线东延已经 已经在整个车站来讲呢 亚林山车站呢 当然 仍然会兴建 那在整个这个 联业开发用地来讲呢 在南侧的部分呢 也会办理土地开发 那这是今天 今天真的各位所知道 最新的一个 审议的结果 那后续来讲呢 结局当然就可以马上进入 所谓的设计施工这个作业 跟各位来做报告 谢谢